What's want 今天要繼續來進行 天主主車車 魔主生存 上一集呢 我們就是打造了這個 海上 水上小酒吧 還不到海上 就釀造了非常非常多的藥水 把它展示到了我們這些牆壁上面來 這邊就是一個酒氣滿滿的酒吧 但就沒有吃的東西 吃的東西的話 我們會等來賓集數的時候 再來補貨跟來賓一起來做好吃好吃的東西 今天這一集的話 因為我們前幾集一直在瘋狂的蓋大型建設 所以今天這一集 汪汪想做一點輕鬆一點的事情 我們來簡單做個方塊盔甲吧 但在那之前 我們先來看一下 今天觀眾又送給了汪汪什麼圖片 四位叫做蕭惠的新朋友 他給了汪汪一個ㄎㄎㄎㄎㄎ的手繪圖漢 就跟汪汪這張臉一樣ㄎㄎㄎㄎ的 那如果各位想繼續看到這個 ㄎㄎㄎㄎ的誰手女裝的話 記得在這部影片持續的留下 987讚的喜歡 這樣子汪汪才會持續穿著這個 ㄎㄎㄎㄎㄎㄎ的水手女裝在大家面前出現喔 那再順便問一下 大家不知道 喜不喜歡汪汪穿著這一個 廚師帽子再搭配ㄎㄎㄎㄎㄎ的女裝 大家在底下留言跟汪汪說一下 我再評斷一下 我要不要持續穿著這個廚師帽子給大家看 那下一個的話 也是位新朋友叫黑騎 是一個正常的Q版汪汪 有水汪汪的大眼睛 他還另外給汪汪了一封信 大家可以按暫停鍵來看一下 內容還挺有趣的這個樣子 下一個是喵月 他這次給汪汪一個連環漫畫 是汪汪拿著史萊姆壓到這個彩色營料裡面的漫畫 然後汪汪再滾一滾 就獲得了一個彩色的利姆魯喔 超級鬧事的 這個應該是我們之前拍過方塊盔甲的集數 這一集汪汪原本想做彩色史萊姆盔甲的這一集 而今天我們要做的方塊盔甲呢 我們也來做個彩色的 汪汪想要做彩色幼桃 之前有很多觀眾敲碗說想要看汪汪做幼桃盔甲 因為他的這個方塊的造型非常的獨特 有很多不同的圖案 汪汪就先來準備一下陶土的部分吧 先準備好多好多綠寶石 到我們的電腦裡面去買一些陶土 買買買買買 不知道一組可以買到多少陶土 好像會超過 我背包還塞不下來 我的綠寶石 我綠寶石不是卡在裡面回不來了 我綠寶石十顆不見了 沒事啦 那個電腦沒有吃我綠寶石啦 掉到地板上然後我吸不回來而已 有了這些陶土之後呢 汪汪還要準備一下 那叫什麼東西 很多很多的染料齁 我們就把這些陶土 染成他個別的顏色吧 我們應該染個三個就可以了吧 看一下齁 大概像這個樣子就會有24個了 就可以來做方塊盔甲 但是我不會做陶土的方塊盔甲齁 我們再把它拿去燒一燒變成這種幼桃的 阿燒的方法的話 汪應該不會直接用冶煉的 我會用降魂的燃燒工具齁 還會搭配幸運山的效果 這樣子我們就會有倍增的幼桃齁 那汪先把所有所有的顏色的幼桃都弄出來吧 汪就花了點時間 把所有種不同顏色的陶土都染出了24個來了 接下來就是把孤鎬再弄上這個自動熔煉 自動熔煉有了幸運山之後 挖這些陶土可以增出更多更多的幼桃來 那想要自動熔煉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降魂材料手冊 我們會需要這個材料叫做燃燒木齁 我們來做個復健的 那要做出這個燃燒木的話 我們還先要做出這個熔岩木 熔岩木再搭配上兩個烈焰粉才會是燃燒木齁 這個熔岩木的做法 我們還需要很多岩漿再拿去澆我們的木材才會是熔岩木 這個做法非常的麻煩 所以挖挖想今天一次性來做一個 無限的燃燒木製造機 我們還需要更多更多的岩漿 岩漿的部分的話 我們來去地獄撈一下 挖還特別做了汽車模組的這個工業燃油骨 只需要鐵就可以做成了 挖挖鐵也無限所以這個沒有問題 我們就去地獄來去裝了很多很多的岩漿吧 來調一下傳送槍來到地獄起始點去 GO GO 這裡是我們某一集測試熔岩行者的地方 這些黑曜石還在 我們就在這邊直接來撈一些 來看一下 一桶岩漿裝進去 然後蹲下來可以看到裡面 我們可以裝好多好多的岩漿到這個燃油骨裡面去 汪就來把這邊好好填裝一下 汪就好好打撈了一番 然後這邊就有六個滿滿熔岩的工業燃油骨 每一個工業燃油骨大概是三十幾桶岩漿吧 所以大家可以算一下 汪到底有多少桶岩漿 那還可以裝更多 但汪累了 而且我們用不到那麼多 我們就回家來看一下 汪要怎麼來讓熔岩木變成全自動的吧 汪會想要使用老鼠模組的自動合成老鼠來幫我們進行這個作業 汪先弄出一個燃燒木出來做範例給他 那我們就在他的合成台裡面放入燃燒木 我們現在只要再把熔岩木灌進去 他就會自動來幫我們合成出來了唷 後面的話汪會想接個漏斗 那汪先去準備一下燃燒熔岩木用的材料 拿黑膠磚來去做個盆子吧 我們做個四個盆子就好了 1 2 3 4 那有盆子的話還需要嘴巴 這樣子開個口就是嘴巴的部分啦 我們也來拿四個 嗯...還想要一個底座 汪底座想要弄一個特別的石磚款式 我想要用這種平滑的黑膠磚的樣子 我們就來去弄一下 看一下這邊就是肉斗 我想要接一個十字的 這樣可以一次弄四個 來來來 像這個樣子 中間放上這個 然後上面就可以放上燃油骨在這邊了 然後燃油骨的四邊呢 我們分別再放上觸膠盆 跟它的嘴巴像這個樣子 然後對著肉斗點的話 記得要壓住Shift 然後燃油骨四邊放上嘴巴 就可以把岩漿給灌進去了 然後這個盆子的四邊 我們分別還要放上肉斗 然後在裡面灌上一些木材之類的 我先好好的來給它 欸 對放一下 對放一下 然後就可以把這些木材 丟到這些肉斗裡面去了 像這個樣子 然後上面再接個 控制桿什麼的 就可以來自動交助他們了唷 控制桿都就位了 就來把所有的控制桿打開來 所有的燃燒木就會同時開始運作了 然後呢 等這個燃燒木好了之後 就會替補上新的這個木材 然後呢 這個老鼠呢 現在很勤奮的幫我們製作這個燃燒木 熔岩木燃燒木 其實我搞的有點混了 不知道該叫哪一個 總之最後是變成燃燒木啦 然後它還會幫我們 接下去到這裡面來 我們就可以來製作了 三個應該就足夠我們製作了 來看一下 把你弄一個小叉叉 然後做起來 有有有有 製作了 就可以再用我們的控制桿 這個孤立先到旁邊去 有了 它有自動熔煉的效果了 我們就可以來挖一下這些陶土了 看一下 現在24個 我們可以挖出多少來呢 挖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感覺這樣子就夠了呢 再來挖一個 來來來來 一挖就是多挖一點點 因為現在有幸運山嘛 好了 只用了14個就挖出了 26個來了 我剛就把剛剛的陶土都挖成了 又淘了唷 看起來非常的七彩繽紛 而且多出來的附產屋 感覺夠多做一套盔甲的感覺 順便看一下熔岩木 生產效率不錯 燃燒木也有一組多了 我們就讓老鼠繼續努力 在我們正式開始做今天的方塊盔甲之前 如果各位也有什麼方塊盔甲的意見 想要提供給汪汪的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有看到的話 汪汪就會考慮來做一下這個樣子 那就先找個合成台 我們在巨大利姆魯神像的後面開工吧 今天的陣仗很大喔 超級多方塊盔甲喔 先來做一下白色款式的好了 來看一下還有沒有什麼特殊能力 幼桃系列應該都是沒有特殊能力的 我們就單純看一下外觀 來興起一下 來做出整套的 來 有胸甲的部分 那就穿給大家看 衣服 好花喔 然後腳腳跟帽帽 還有褲子的部分 天啊 這盔甲看起來是超級花的欸 這很適合那一種 三八阿婆穿之類的 我沒有特別暗指誰喔 請不要嚴上我 接下來是淺灰色的部分 做出來 然後再做上一個胸甲的部分 今天就快速的來看一下這些盔甲 灰色的話感覺好像還是挺花的 但是剛剛比起來稍微有一種歷史悠久的感覺 再來看一下深灰色巴脫下來 然後來戳一下深灰色的盔甲 再為加上一個胸甲的部分 這看起來好像有點金屬質感 會感覺有很多這種螺絲酸孔的感覺 給大家稍微看一下背面 好 都看過了 各種各樣的盔甲齊聚一堂 黑色的這個看起來會很帥喔 我們來把黑色的做出來 給大家看一下 黑色的褲子 感覺有點像阿嬤內褲 不知道為什麼這幾集一直都會碰到 類似阿嬤內褲的東西 胸甲的部分感覺很混沌喔 黑色紅混沌的感覺 從白到黑系列給大家看一下 他們整體的外觀 這樣子看又是另一種感覺了 接下來從橘色亮色系的系列 我們也來穿穿看 再來做一個胸甲的部分 橘色的看起來會 我其實沒有很喜歡橘色 因為我對橘子過敏 就是講一下 這感覺是會讓我過敏的衣服 我們趕快把它脫下來 看下一個 黃色的感覺很有神聖感 有太陽的感覺 我們來把它做出來看一下 黃色的盔甲 傳到身上來 痾... 恩... 好像... 好像沒有太陽的感覺 好吧 我錯了 這是一個看起來很難看的盔甲 好 這個讓我太失望了 跟這個綠色的 感覺這個綠色的也會讓我很失望的 不知道為什麼 我最期待的只有這個淺藍色 它看起來應該會很有冰晶的感覺 為什麼我做出兩個綠色的出來還是... 那個是顯示bug 好 綠色的 難看 難看死了 我們來看一下藍色的盔甲 藍色的盔甲 冰晶感 感覺非常的帥氣 來吧 給我一個... ㄟ... 齊露諾盔甲之類的 喔 冰晶感 唉唷 這個很帥 這看起來就帥多了 喔 就是一個... 冰雪汪汪的感覺 ㄟ 給大家看一下背面的樣子 汪汪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這種很花很花的感覺啦 汪個人是沒有很喜歡啦 來給各位看一下它的背面 接下來是比較深色系的盔甲 先從棕色開始 棕色不知道為什麼 坐起來穿到身上 看起來會有種噁心的感覺 會有很多... 喔 喔 喔 欸 看起來還好嘛 就是木頭紋路的感覺 比想像中好太多了 喔 這是... 棕色盔甲 棕色釉桃盔甲 感覺好像是某種殘破的 木片盔甲 那再搭配我們的鐵木刀的話 看起來應該會還蠻適合的吧 來比對一下 喔 鐵木的 然後木頭盔甲 嗯... 感覺好像... 還是哪裡怪怪的 我們再看下一個盔甲吧 這是... 呃... 綠色幼桃齁 剛剛是淺綠色 現在是深綠色 深綠色看起來 應該就會稍微比較成熟一點了吧 來齁 這感覺... 嗯... 好像還蠻好看的欸 它頭底上的那個白色紋路 會很像那種羽毛頭飾的感覺 唉唷 唉唷 這個... 還不錯看 這個好看的 只是... 這個翅膀搭起來有點快快的 再換下一套盔甲 下一套是... 喔 這個有苦力怕臉的青色盔甲 我們來看一下會不會有苦力怕臉出現在我們身體上 好像會有唷 先穿個褲子 喔 我褲子上有個苦力怕臉欸 大家有沒有看到 還有帽子跟腳 腳跟衣服的部分 喔 苦力怕臉只有在半邊出現欸 喔 還行啦 這個某... 某種意義上算是一種... 嗯... 潮踢盔甲的感覺齁 最後是這個... 欸 深藍色 我們再來看深藍色齁 這個... 那個深色系盔甲最後的深藍盔甲 來給各位看一下 這感覺會... 還蠻藝術的齁 喔 唉唷 這感覺是某種條紋衣欸 欸 這個不錯看 這個好看 這個好看 唉唷 這個帽子... 唉唷 不錯欸 這一直條線下來的 感覺會有一種... 嗯... 就感覺是有種騎士風格的感覺齁 再來把它放到盔甲上來展示給各位看 有喔 深色盔甲看起來有比較好看一點喔 給大家看一下頂端的部分 頂端這邊就真的是一個苦力怕臉欸 好可愛喔 最後這個啊 是汪最期待的 紅色系盔甲齁 他們的每一個方塊看起來都很帥氣 就先從紅色的開始吧 看起來會像玫瑰騎士的感覺齁 來來來來 穿上紅色的 喔喔 這個是一個喔 紅色螺旋桿齁 會有一種... 紅混沌的感覺 紅蓮的感覺齁 嗯... 看起來是... 比其他盔甲... 好看一點啦 那... 紫色的呢 紫色的他有這個... 呃... 十字的這個線 感覺也會蠻帥氣的齁 應該會有一種... 喔喔喔唷 暗黑騎士的感覺喔 感覺有一把劍插著的感覺齁 喔... 這是紫色的幼桃盔甲 接下來這兩個呢 一個是項量盔甲 一個是櫻花盔甲 喔 感覺超期待的 來吧 給我一點項量的感覺 呃... 然後再放上一個箭頭 喔有有有 這個... 這個看起來應該就真的很帥了 來 喔 我身上有個箭頭的感覺齁 再來穿上他的腳腳 還有帽帽 呃... 帽帽感覺就是一個大箭頭 再往上看 感覺又好像是 像是將士神通一樣齁 還有褲子的部分 唉唷 唉唷 嗯... 這是哪一個顏色 洋紅色盔甲 這個好看 這個好看 那最後最期待的是櫻花盔甲齁 來 給我一點櫻花的感覺吧 來 穿上胸甲的部分齁 好 紫色盔甲是真的都蠻有質感的齁 只是我發現這個箭頭盔甲啊 會往這個頭盔的右邊指去 好像叫我們在看什麼東西一樣 所以這個盔甲變得有點好笑 我們來互相搭配一下 我覺得紫色的這個 有核心感的胸甲真的很帥齁 還有藍色的褲子跟帽子很帥 還有這個 洋紅色的腳腳 唉唷 那我們就來互相搭配一下吧 混搭的穿齁 這樣子比較不會有這種奇怪的感覺 唉唷 這一套感覺很帥喔 有這個核心感 好啦 那今天我們就是做了 16種不同的 誒 幼桃盔甲 大家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汪汪說 你們覺得哪一種幼桃的花紋 是最好看的 那今天就這個樣子 感謝各位收看 掰掰 訂閱汪汪 大讚汪汪 同報鈴鐺 監視汪汪 覺得香香 記得分享 協助汪汪 煮點母湯 嗯哈哈哈哈